ANNPAD推出新產品了 哈囉,我是Danny 你的行動電源有AC插座嗎? 假設你出門的時候 你用到相機或者是空拍機 是需要插頭的時候 但是呢,當下有沒有插頭可以去做充電 那麼你可以考慮一下這個產品 ANNPAD S1 萬用行動電源 其實我第一個開箱分享的影片 就是ANNPAD S1 萬用行動電源 那時候的版本是42K的版本 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40K的版本 那一部影片是我YouTube頻道中 觀看次數第二高的影片 第一高的話是棉月線 奇怪棉月線有沒有放字幕什麼多人看 我其他辛辛苦的影片都有放字幕 都沒有人看 好啦,總而言之呢 從觀看次數下去做判斷的話 其實很多人對這個ANNPAD S1 萬用行動電源 其實還滿感興趣的 深山錄影活動啊 或者是在戶外的時候 會使用空拍機 或者是像相機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像相機的電池 它都是用AC插座 雖然你可以用USB 可是它充電不會比這個插座還要來得快 那像比如現在空拍機的部分 我知道的DJI的Spark 它是可以用USB去做充電 但是Mavi Air跟Pro的話 它就沒辦法去使用行動電源 我猜測應該是 它用行動電源下去做充電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過熱的情形 所以它只能使用AC插頭 你在戶外的話就只能多買電池 那如果像比如你可能去爬山 或者是長期的重走的話 那可能你在多買電池可能也不夠 所以呢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這款 NPAD S1 萬用行動電源 它就可以去做很多的小家電去做充電 那包含了我們去露營的時候 像夏天的時候啊 會有使用像比如電風扇 那你也可以去做使用 那出去外面露營 可能會看一個小電影 或者是露營燈 那它這邊就有一個AC插座 就可以去做使用 那麼今天的重點呢 我就以左邊這台的42K 跟右邊這台的40K下去去做比較 那我一樣會分為外觀 功能性 保護性 以及個人建議 那外觀的部分呢 我覺得它這一代最大最大的改變呢 就是它的體積的部分 它的體積減少了47% 它已經減少了快一半 你看看 那重點是它的厚度啦 它的厚度已經 保了快要一半的那個體積 你看 保了快一半 所以它整體拿起來 覺得就是非常的輕巧 那在42K的話 就會比較笨重一點點 那它重量的部分也減少了22% 從1200公克減少到940公克 在外觀的部分呢 它是從表面的這個霧面材質 改成仿皮革的紋路 那其實它的霧面材質 像我這種手汗多的齁 一摸一摸一摸 其實都還是會有那種痕跡在 那如果是這種仿皮革的材質 它光是指甲下去刮啊 或者是手汗下去 其實是很不明顯的 就可以大幅的減少刮傷的痕跡 那麼在功能性的部分呢 因為它與上一代 大幅的減少了體積的部分 所以它從兩個AC 減少成一個AC的插座 但是我覺得啊 大幅減少體積 我覺得會比較實在啦 因為畢竟它至少還有一個AC插座 所以我覺得還OK 那麼在第二個部分 USD Type-A的插座呢 都跟42K相同 它都是有兩個輸出孔 那Type-C的部分一樣 相同說是有一個的輸出孔 那麼在瓦數的部分呢 42K的版本 它可以適用於250W以內的各種小家電 那如果在右手邊的部分 40K它是適用於120W以下的各種小家電 在測試電量的部分 我上次影片是幫大家測試 Murbi Air的原廠的電池 然後還去做充電 那剩餘的電量大概是 我印象是60%左右 就是三顆充完 然後是使用原廠的坐充以及電池 大概剩餘的電量是60% 那那時候我是使用 我是使用這台42K它去做測試 那如果是使用筆記型電腦的話 15吋的Touch Bar的版本 我記得那時候我是有開Wi-Fi以及藍牙 那時候剩餘的電量好像是25% 在這次的部分呢 我一樣是拿40K 這次我是有把我的Wi-Fi跟藍牙給關掉 那剩餘的電量約有30% 這充電的過程 可能還是會預計當下的環境 以及當下的溫度而去做改變 所以這個部分就提供大家去做參考 是目前空拍機最夯的機型 DJI Mavi Pro 2 第二代 我一樣是使用原廠的坐充以及電池 那它實際充完的剩餘電量呢 它剛剛好可以實際把這個40K全部充完 那它可以充兩顆電池 大概快兩顆電池 對那這個部分也是分享給大家 讓大家去做參考 問說那我可以去買那種空拍機的那種專用電池啊 像比如差速好不好 差速行動電源 就是充了之後 它好像可以充6顆還是幾顆吧 它就是一樣是像這種大型的行動電源 然後直接裝上去 那如果是以N-Pad的優點來講 假設你剛剛好跟你的朋友一起去玩空拍機 你的機型是Mavi Pro 2 但是你朋友是Mavi Air 那假設好你朋友他沒有電了 他就不能充電 那如果你假設你是帶N-Pad的話 你的插座就可以去借別的機型去做充電 那第二個場景呢 就是假設好你出去的時候 跟家人一起去露營 到插座你可能去用相機 人可能會使用一些露營燈 他可能就可以去使用到USB 小朋友他是需要用到 iPad或者是筆記型電腦Type-C的話 那他這邊也有Type-C的插孔可以去做充電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它很彈性的地方 那這一代40K的版本呢 它也與42K相同 都有符合IATA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與民航局他們的規定 就是要小於160Wh 才能攜帶上去飛機 在42K的話 它就是153.92Wh 那麼在40K的部分就是144.72W 那麼在機身背後的這個144.72 我有去幫大家跟N-Pad去詢問 它是離電池 那這個離電池它是3.6V伏特 那就3.6V伏特去乘以4萬 它去處理1000那就會等於144.72W 那我們可以知道就是說 像平常我們這種行動電源啊 它去做充電的時候 像比如說充手機 有充電的東西 它要先升壓成5V 那你這個過程中呢 它就會有一些轉換率的問題 那像比如這台40K的部分啊 它的轉換率為80% 那在轉換率的部分 其實每一台行動電源它都有相同的問題啦 那這個部分呢我可以推薦你們去看啾啾鞋有一部影片 它有去介紹這個轉換率的部分 那我放在上面的這個字卡上面你們可以去做點擊 所以呢它的電池容量呢 它是因為它是40K嘛 就是40200mAh 那它的耳定容量呢就是23000mAh 那麼在保護性的部分 在官方的話它們有標示 它們與特斯拉以及GOGORO 是使用相同的日本電芯 有多重的電流以及電壓保護設計 那網路上也有一些拆解的一些狂人 他們有把這個行動電源把它拆解掉 然後看裡面的那些電路以及行動電源 我是不敢拆啦 因為我不是專業人士 所以你們可以上去搜一下 或是我放在下面的詳細資料中 那你們可以去做點擊去做參考 那麼在個人的建議的部分 其實它們這次的改版 其實已經大幅的減少它的體積 因為它減少了47% 比之前的版本減少了快一半 其實我拿到的時候 哇靠 它怎麼減少了可以那麼厲害 為什麼它可以減少了快一半 那它的重量是減少22% 所以我希望它們下次在改版的時候 它們的容量不變的情況下 還可以再更輕更薄 我覺得又會更好的攜帶 那麼在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因為它們的充電孔 是你還要再有一個這種變壓器 才會繼續去做充電 那因為它們有一個Type-C的輸出孔 假設如果它的Type-C輸出孔 可以做到跟筆記型電腦一樣 同時充電又可以同時放電 那麼我以後出門就不用再多帶這個變壓器 增一個重量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提供 AnnerPay可以去做一個小改進的地方 那麼另外再補充一點 就是AnnerPay它們自家有出售太陽能板 那它們叫太陽能板就可以直接供電給行動電源 那麼你如果假設有長天的中軸 或是出國的健行 那麼你可以帶著太陽能板 以及行動電源 下去去做使用 那你就有源源不絕的電量 以上可能你會聽到一些規格 可能會有一些迷迷糊糊的地方 那我這邊幫大家去做一個表格 綜合以上的敘述 假設如果你是常常出門在外 會使用筆電的業務 或者是有碗空拍機 登山錄影者 或者是動態攝影師 或者是電腦王阿達他有介紹一篇文章 就是你可能會出外景 或是使用電棒的設計師 那你都是非常適合使用 這個AnderPay A11萬用行動電源 好啦 今天分享的影片差不多到這邊 假設如果你喜歡 今天的AnderPay A11萬用行動電源的開箱 記得點贊加分享 如果你未來還想要了解 有關於登山錄影的一些 開箱系列影片 或者是Vlog 記得訂閱我 好啦 我們下次影片見